比较重要的一节啊 我们把它录制上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一张的表格是黄金的池汤报告 那接下来再看这个细节啊 再看这个细节 那进入到细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中间的 它会有一个变化值 它会有一个变化值 那么这个变化值呢 有Long 所谓Long是做多的 Shot做空的 那做空和做多的现在值 是如此的数值 那么他们的变化值呢 我们发觉做多的这个多头头寸 增加了1699手 那空头头寸呢 增加了1100手 那每一个contract的代表100个盎司 100个盎司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边 我们发觉699减去105 那我们发觉它的近多头寸 它处于近多头寸的增加了594手的 一个近多头寸是一个增加的 那这个增加值表明市场当中 看多黄金的力量是在是在增强的 至少是在上一个周二和上上周二之间做对比的话 我们发觉市场当中看多黄金的力量是在增强 那这个数据在公布之后 实际上是周五公布的 我们发觉黄金确实是走出了我们破位了 我想我想说的破位是刚才的那个线形变成阴线了 重新开始的下跌的行情 那我们先不把目光关注到今天欧元的这单的交易机会上 我们把它放在黄金上来 那我们去理解一下 刚才的那个数据是每周盘收盘时候结束的 而本周周一的黄金的跳高 就是从这个力量上开始 我们未必能够知道说 它一定是由这个数据带来了黄金的增长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数据表明了市场当中看多黄金的力量的净增长 看多黄金力量的净多净增长 这是一个客观数值 你可以理解成各种各样的理解说 它滞后它怎么样 但是它是一个客观数值 看多黄金的人是在增长 那市场当中有两种推动力 一种多头的推动力 一种空头的推动力 多头推动力占强势的时候 多头的投资者压下更多砝码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会朝对它阻力更小的方向去运行 那么黄金的上涨就水落石出了 水落石出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图形上 黄金在这里去呈现了一个跳高的上涨 那如果我们把刚才看到的黄金的持仓报告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蜡烛图技术的研究 如果再做一个统一的话 我们不去看这些K线 我把图表再变得简单一些 防止同学们目光集中在这些技术指标上来 我们来看图 我们来看图 那在我们去研究图表的时候 研究日本蜡烛图技术的时候 我们学习过一个内容叫什么呢 叫窗口对吗 那我们学习一个叫做窗口 那我们说窗口在产生的时候分为两种位置 第一种位置是在上涨过程中盘整过后出现的破位型的窗口和下跌过程当中出现的快速上升的反转型窗口 还有印象吗 那么这个窗口属于何种意义呢 我们先把这个窗口的大小先画出来啊 从最后一个的收盘价画到第二根的开盘价 这是这是这个窗口的图形 这是这个窗口的图形 这是这个窗口的图形 那这个窗口在本章图上表表达的是何种意义呢 显然我们看到在之前的时候黄金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当中啊 上升趋势当中破位上行形成的窗口属于中继形态的延续 那这个图形这个跳空窗口产生之后了 有接下来又会有三种的变化可能 就是第一个窗口产生的位置有两种变化 第二个产生窗口之后又有三种变化的可能 第一种变化 我每次在形成语言的窗口的时候 实际上也希望大家不是形成一个思维的窗口 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边稍作停顿 在我没讲解出答案的时候了 去做一个想法 看大家能不能跟上这种思路 第一种情况 窗口出现以后一去不复返 跳空窗口紧接着就大阳线上去 表示这个时候的力量是相当的强 市场当中开始对周末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强烈的反应 所有的多头的多单都集中在一个开盘价的时间点上 在这个开盘的一瞬间剧烈的推高行情 使得这个窗口的一去不复返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 窗口出现之后价格回调到窗口的内部 形成一种在传统交易学中叫做补缺的一种格局 跳空补缺的一种格局 那这个图形经历了一个补缺 跳空上去补缺 那补缺是第二种形态 那还有第三种形态 就是跳空窗口被吞没 那么被吞没之后会形成什么状态呢 我们会看到3K反转 会看到这种木星的形态 会看到气阴的形态 最极端的就是气阴形态 跳出去跳下来的气阴形态 那在这个图形图形中了 他发他所面临的格局了 是在第一种趋势行情的向上的跳空 第二个他是属于跳空中的第二种形态 所以他是属于一二的这种格局 跳空朝上形成了一个这种大阳线 继续上涨 穿过了这个跳空窗口之后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前一根K线有上影线 那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在这种特殊的环节下 我们认为跳空窗口的这个窗口区间 就是我们的交易区间 在这个时候 我不需要再等到他前一根的最高价 而是就在这个跳空缺口 经过完补空再次上行的时候 这个我们鼠标所指的位置 就已经成为了交易的最佳入场位置 因为窗口经过了补缺之后了 再次上行 那接下来你看价格回调的位置也是这里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鼠标所指的这个位置啊 就已经是在交易当中的一个极限位置的互换了 极限位置的互换 那这个极限位置的互换并不是在这个影线的上方 而是在他的实体的窗口的部位 窗口形成的部位 我们把两张图合并起来 我们把两张图合并起来 和同学们来这里去做一个截图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我先 我想这个图可能还需要再处理一下 我就不在这里处理 我们把这个图形发到 发到我们群里边来 这是指档报告展示出的图形的变化 那我们在这里 在这张图上 我们再去标注一下 我想说明的要点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这是一个重点 他是看到这个指是一个重点 当然上方还有他公布的时间也是一个重点 他是一周公布一次的时间 那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指 我认为是他们之间的变化值 这个秤值的变化值 这个秤值的变化值 那这个变化值体现出了市场当中看多人数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将这个近多头寸的变化和原有的近多头寸进行比较的话 你还会去得出一个他变化的比例 比如说我们原来看到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26万3000 那这是73000那减序的是原有的是9万 就是19万左右的一个近多头寸 那19万的可以用600去除以19万去得出他的一个变化的变化的值出来 大约3%左右的一个变化值 这对于黄金的变化来说 持仓的状况的变化来说 镜头上的变化还是比较大 所以所以市场当中我们认为至少在机构客户认为是看多黄金的 那至于说这个业余客户的看法呢 我们看到业余客户的看法好像正好相反了 我们看到业余客户 当然non-reportable不一定是业余客户啊 也有可能机构客户做了一个很小的单 他也变成non-reportable了 但是绝大多数意义上这些non-reportable的事由业余客户做出来 我们发觉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的多单减少了1800手 减少了1800手 他们的空单减少了500手 那他们的静变化是什么状况呢 他们的静变化在朝的空的方向走 那你说你应该跟随什么样的投资人去追寻交易呢 以事后的结果而论的话 我们在这里我也把它画出来 这是中间特别有意思啊 你发觉为什么人们把这个业余投资者的这些交易变成反向指标 你们去对比它 然后看到行情的走势 行情的走势很清楚 他给出了看多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图形 我们这边的图形 他给出的这个结论是看空的 当然他不是结论了 因为他是反向指标 而这个是看多的 所以在这个图形当中啊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觉了 我们在跟随谁啊 就是我们应该跟随谁 应该以谁做反向指标 业余投资的成为反向指标的这个案例太多了 我也之前也给我的同学举过例子啊 从过某著名大学的学生来我这边学习的时候 简直是反的不能再反 20个人没有一个获利的 也是也是蛮有意思的 当然在在后期这些同学当中 还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潜质 有这种的交易者啊 形成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投资人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确实是做的一塌糊涂了 所以业余投资者交易的状况 也是比较堪忧的 我把最后这张图发送给大家 可以去理解一下啊 我们今天所讲解的这个话题 时桑报告与日本蜡烛图技术的分析啊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我们在行情运行之前 就找到市场发展的端倪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在市场行情发动之后 能够抓得住这波行情 那在中间 时桑报告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 跳空窗口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 回调补空告诉我们找到了一个好机会 补空窗口的突破告诉我们现在就是交易的机会 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去找出这个入场点 你会发觉你的你的思考的方式是连续的 昨天连老师在晚间盘的时候 也跟同学们讲解到一个思考在运行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断裂点就不会将这个行情去抓权 甚至出现将这个行情完全去做反的一种结局 那我们把这个图的放在这里 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第九奖的持仓量和交易量的 与日本蜡烛图技术 我们再接下来再看 再看一下 昨天有同学问我说 凯文老师最近美元的持仓报告是如何的 我们发觉最近美元的持仓的近多头寸 这个柱体表示近多头寸 这10表示10个billion 表示10个billion 那么现在的状况呢 在上一周和上上周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而且我们看到前期是缓慢下跌 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加速下跌 美元的近多头寸减少的幅度也是非常大 几乎要接近到这个 我们看到几乎要接近到一个持仓相平的一个状态 那持仓相平对于市场的这种打击和影响也是相当的 也是会是相当的巨大的 那这些当他持仓成为平线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市场当中只有一个 对美元呈现出近空头寸的 那就是欧元 除此之外 所有的货币都是变得成为多头了 我们发觉现在的现象 还有一个英镑 就是欧元和英镑在呈现出一个空头的头寸 其他的主要货币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头的结局 那在4月5号的这一周 美元的持仓近多头寸 再次的减少了29个billion 不对不是29个billion 是2.9个billion 再次下降到2.9个billion 那这个数字已经是2014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2014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那么市场当中去显示到 由此看到 从持仓报告中由此看到 当然不是这张图 是加币和英镑的持仓报告当中 我们看到加币和英镑已经由原来的空 逐渐的转成了一个中立了 特别是加币的持仓报告 我们发觉啊 他跟在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加币的持仓报告已经由非常久远之前的相当强大的 净空头寸转变到了上周 7 这个数字不大 这个数字不大 却站在临轴之上 我们做v-win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有些时候 正就不是负 正就不是负 所谓的正就不是负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正直 市场当中两种巨大力量的对比 来看待加币的话 已经成为一个正直了 那么在加币成为正直的情况下 美元又是如此之弱的状况当中 我们认为每家的走势 如果按照持仓头寸来去推理市场心理的话 我们认为方向是确定的 调注图表来看一下 我们把每家的图形 调注来看一下 这是每家的四小时图 在本周的周初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种图里 刚才我们看到了跳空 现在我们再看另一种形态 在研究这一种形态的时候 注意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 在本周的这个周初的时候 来看一下这个形态 我们看到在每家的运行状况当中 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跳空 对吗 当然你要看到的要比你 就是实际要比你看到的要大 要大一些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值吧 五六点 并不大 并不大 一个五六点的一个细小的gap 那这个gap在之后呢 出现之后了 也有补空 甚至有穿越出gap向上 穿越出gap向上 那我想请问一下 同学 这个图形在底部形成之后 它指引的交易方向是什么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上 一个是下 一个是不动 我们认为是上的请打一 认为是向上的请打一 认为不动的请打二 认为朝下的请打三 我现在的问题是 不动是你看到的 对吗 你看到后边的k线不动 我想问的是 如果它出现这样的线形 它表示的方向是什么 向上是一 不动是二 向下是三 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 是如何认知这个行情的 这也是对我们 教育线形当中 k线的分析 其他同学呢 我们这么多同学都在 好 那我们来想想 这个图形 所处的 我先看它是一个什么图形 先来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线形是什么 单纯的看这根k线的话 它叫做这个塔线 对吗 塔线 放在顶端 叫做shooting start 放在底端呢 放在底端 我们把它叫做 不是十字线 叫做倒锤子线 那倒锤子线本身 它具备的交易的意义 是向上的 还是向下的 我们认为倒锤子线 本身的意义是向上的 本身的意义是向上的 但是它是强上涨还是弱上涨呢 强反转还是弱反转呢 是弱反转需要之后去确认 需要之后的行情去确认才能够成为上涨 所以首先这个图形出现之后 首先这个图形出现之后 我们对行情的认知的状况 它有可能进入到回调 所以它是偏多的 它是这个图形在底部区域出现偏多的 那后面威廉也说认为是2 我觉得2也就是在 我能够理解2 答2的这些同学的想法 就是比较2 不是了 答2的这些同学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他以一个连贯的思维 认为每家在下行 在底部出现这种十字心 这种十字线的时候 应该去做停盘 应该做出场的动作 这是对过去事情到现在 该做一个了结的分析 那我是希望同学们 通过持仓报告去探索未来 所以答2的同学 我能够明白他的想法 他是在做过去的了结 而我去带你 你去做推想未来 答1的同学看到了什么 他们看到的是 这根线形所代表的形态 十字线长引线代表的本身 跟他这根K线代表的方向是朝下的 可是他没有去看到这根线形所处的位置 显然下降波段的末端出现的这个线形 和和在出现在顶端是明显不行 不是不行明显不一样的 如果他出现在顶端 他们俩就是我画蓝色线形的这些线形 他们在长相和样子上是很相似的 可是他们处的位置不同 就决定了在这个位置上 他是三不是一 他是三不是一 好这个图形是微微偏多的 需要等之后的行情确认 那我们看之后的行情是否有过确认呢 图形上似乎看到了些许的上涨 甚至还出现了 假设我们非常教条的认为 他就是一个破位的话 也满足了我们认知到 这根线形代表的之后的行情 是上涨的这个判断 当然我不认为他是破了 他是突破了 因为他们中间差距实在是太微小了 假设第二根K线走出了一个上破的格局 破位了 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有可能出现一种回调性的行情 如果一旦回调 那我们之前讲解的Fibonacci就来了 那他的回调的位置就会一一的闪现在Fibonacci所要带领的位置上去 那这个图形 就是当他出现这种线形的时候 还有一种交易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交易的可能性 那我现在问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两根K线的时候 又会有何种想象 看到了两根K线 我再问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三根K线的时候 会做如何的想象 实际上当他出现碎小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结合刚才美加的这个图形来说 我们认为他出现中继形态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认为他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向下破位的时候 我们会去继续的去做空他 认为如果在这个底部形态出现这种底部图形 然后再向上破位的话 我们也会去追多他 最关键的关键在于这组形态 就是这组K线如何最终被行情引导的脱离到这股这股形态之外的 这个走势 它是向上破还是向下破 行情是决定在区间之外的 而不是决定在区间之内的 这是我们在交易这个图形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那行情破位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下降的行情 盘整区间向下破位形成了向下的一个交易的机会 当然有同学也会说 凯文老师 你看到了这个盘整区间 这个盘整区间处在底部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行情这里有虚微的破位又回来了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破底反多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破底反多呢 可以请说可以不可以就说不可以 我来上选择题 你认为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多吗 我们再去看待行情的时候 破底反多需要去研究它是哪一个货币队 这是其中之一 另外我们其实这个问题是问的很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破底反多和破高反空可不可以交易 实际上是问的一个很难的问题 单纯就K线而已 就单纯就这个图形的日本蜡烛图技术的这种纯技术面讲解的时候 它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本书上讲解的 这本我们信奉之成为一本教育学圣经的一本书 他说可以的 因为下跌过后经过盘整 冲低上涨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上涨的行情 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这样 我们最最希望的是这样 大阴线紧接着再跟一根冲低上破 冲低上破 就是这个位置出现在这里 这是前边的低点 在这里冲低上破是最喜欢的 我们不大喜欢是这种碎小线形这种冲低上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里的冲低上破的做多 好多同学说不可以 我认为他们答对了大部分的内容 就是如果我们进行两难选择 非要让我们选择一个可以和不可以的话 我觉得答不可以 它的正确度是要比较大的 是要比较大的 好 那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它如果破底顺势做空 我觉得这是比较棒的 当然这个后边也会看到这个下跌盘整破位做空 这是一个顺势的交易的思路 所以我们看到当持仓报告当中显示出 显示出持仓的这种货币由负值转向正值 特别是由遥远的负值转换为正值的时候 可能在基本面上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或者说货币的两相对比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那这时候会带来行情阶段性的反转 对于每家来说 它的阶段性的反转 从1.3开始 从1.3开始 那在本周上面我们看到 我们将1.3的这个位置标注出来的时候 你也会发觉我现在所指的这个位置是1.3020左右的位置 那我们再往下的时候 这个 我把它标注的再清晰一些 那我们在这里输入1.3 那这是它下跌过程的开始 那下破拉回 引线引线引线脱离 所以在这一周里边 我们发觉1.3对于每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数字 请同学们在之后的交易的过程当中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数字 那么它上方的还有1.33 1.3380 这些重要的关卡价位 但是由持仓报告当中显示的这个数字是在1.3 这个签点关卡要比1.2重要 要比1.4要重要 有同学问到说 是破碎碎小线形就可以空 还是连下边的长引线破掉才可以空 我在交易当中会以引线 实际上在交易的过程中 如果空的话 那在前一根上可能就已经有了空单了 已经有了空单 交易的时候 就是这些线形 当你去理解成为长引线的时候 特别是理解为塔线的时候 实际它的下方的引线是比较短的 下方的引线比较短 你在交易的过程中 很可能在第三根K线的这一天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已经空了 所以它运行下来的时候就 因为前一天就有引线 第二天往下一穿就已经空了 然后经过了一些浮动的亏损 你的止损肯定是在这个的上方 你的止损肯定在这个小K线的上方的 类似于像这样的位置 甚至说再稍微调高一些 而且放在前期自主互换的位置之上 然后在这里去去做空它 那经过了一段回调之后 形成了一个下破的行情 应应该是交易交易在这个位 交易在这一天 然后破掉了前一天的低点 所以要破引线 交易当中破引线 外汇交易当中的支撑阻力 是在引线的顶端 不是在实体上 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本周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变盘现象 每家已经每家的 就是加币的弱势 已经持续的相当长了 至少有一年的时间的弱势 但在现在情况变化了 加币呈现出市场在看多它 那有同学就问了 那Kam老师 加币到今天才 不是到今天 到这个时间点上 才完成了它的多工转换 那为什么前边 每家是从1.4 开始运行到了这儿呢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才呈现出一个 近多头 可是每家已经走了 1700点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问题 留到以后来给同学们讲解 有同学问 苏珊问 每家一直就是跌势 那么根据持仓 是不是现在的跌势会加剧 那我们发觉在 行情在走跌势的时候 看到了每家的持仓报告 它在之前是每家的就是加币的净空头寸在减少 净空头寸在一直在减少 其实这也是在回压上一个问题 为什么净空头寸在减少 原有的每家的多单在逐渐的离开市场 逐渐的离开市场 那同时有一些直接入场去增加加币值仓的这些投资人开始进入到市场 那所以在这个两相对比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到目前为止 那加币已经呈现出了一个近多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目前而言 加币已经不再是一个打击的对象了 当然我讲这个话已经由来已久了 加币不是打击的对象 已经由来已久了 应该从1.4左右的位置上就告诉大家 加币不再是打击的对象 还有一个不再是打击的对象 就欧元 我们之前打击了大概一两年的欧元了 但是欧元不再打击了 美元对日币也是在变盘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认为 当然我不认为他跌势会加剧 但是跌势会确认会更加的确认 会在持仓上面告诉你说 他现在已经被主要投资者是认为是空投了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美价 再看一下现在市场当中 主要货币的持仓状况 那这是他的近多投顺与近空投顺和美元的对比 Net long short position versus us dollars 那中间是 这是billion 我们看到这个近空投顺最多的还是欧元 当然这个图表已经说了很久了 已经变小了很多了 那也就是说随着美元的这个图形下降 那欧元的这个图形是在上升的 市场当中和美元做做对手系的就欧元 其他的都是这些虾兵蟹将 这是小毛罗罗 那最主要的还是欧元 所以欧元的持仓投顺的开始逐渐缩减的过程 同时也是美元净多头寸开始啊就是 欧元净空投顺缩减的过程也是美元净空投顺缩减的过程 他们都在朝着零值靠路 那 直盘货币这些主要的直盘货币当中除去欧元英镑之外 那么剩下的都已经成为净多头寸了 那美元对日币啊 这是日币呈现出最这些直盘货币中最大的净多头寸 那澳币也是呈现出一个净多头寸 所以我们反复在提及啊 澳币本身的内部力量不不不弱的 那根据这张图 如果我们导出澳币本身基本面上的力量不弱 那日币是不是更不弱了 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澳币本身基本面上的力量不弱 是来自于我们对它基本面数据的分析 认为它比较强 日币啊 它的基本面上的这个状况 我是通过图表分析认为它本身并不强 但是日币会有一些其他的特性 比如说人们对它的安倍经济学的失望 人们对它将来的这些状态的失望 或者说人们对它的啊 这种有可能进一步做量化宽松 而最终没有做量化宽松这件事情的失望 导致了日币的强患 种种的理由都可以在事后去解释 日币和美元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形成一个空的关系 但是呃 我个人认为还是日币本身并没有如此之强啊 日币本身并没有如此之强啊 结合黄金的上涨和每日的下跌 我们有可能猜测啊 意测啊 意测啊 来自于风险情绪 可是当风险情绪来临的时候 澳币和纽币又需要去下跌啊 我们没有看到澳币和纽币下跌反而去上涨 所以有些时候在市场的一些波动过程当中 你很难清楚的去掌握到他到底是为了 到底是因为什么去运行 这也是在研究市场当中啊 技术面和基本面的一个不同 也是基本面上的一个一个误区所在 或者说一个一种缺陷所在吗 就是市场中总有一些现象 不能通过基本面的这种推动力解释啊 有些人就发明了一些心理论 市场当中的心理情绪啊 我想这个行情张老师讲解起来 会通过心理学会讲解的更清楚啊 他的那套人无我有这种理论啊 会讲解他比较好 所以不同的理论适合于不同的行情 每一种理论都是对其他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更多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到 市场当中各种各样的千变万化的 这种形态和变化的这种状况 就基本面分析而言我认为日币本身 它并不强 它至少没有强到如此像现在的这么样的一个强 奥币本身就强 所以在这些分析的过程中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啊 通过技术面你可以去做空每日 它是非常好的 通过基本面你不一定去做空每日 而是去做多奥币 那通过持仓状况你发现了黄金的多头 那么黄金多头还有还与技术面相配比的时候 我们发觉黄金的多头在这段时间上是符合几种交易的思路 形成了一种最佳的交易的货币 那奥币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货币 那美元对日币的就是相对来说啊 它属于一种不太符合基本面 但是在持仓上面还有在啊在持仓上面 还有在市场心理方面是最符合的 所以在种种的对比当中 你会找到那个你交易当中的最好的交易的产品 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研判 本来还想今天再讲讲交易内创呢 看你这样子我们只能就讲解到这里 我又不带大家去看交易内创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图的时候 已经去看到了这些货币的走势 我们进入到提问的环节 有同学对哪个货币感兴趣 需要我们去讲解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了 和我们一起去来做一个探讨啊 那下边有两个二维码啊 那么每周时段的实战解盘的二维码 可以扫描 那加入到每周时段的讲解 加入到每周时段的讲解的解盘 那么还有一个 我微博的二维码啊 也可以扫描去去关注 另外在本周周四五啊 到下一周的周四的这一段时间呢 我可能会离开澳洲一段时间啊 在一周的时间上去在中国参加一个啊 深圳举行的一个重要的金融的会议啊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也会和同学们在一起啊 去来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中国在金融市场当中他的走势的脉络 我们现在在学习的 哪位同学请把自己的声音关一下 好 请把自己的声音关一下啊 好 本周六的时候啊 啊 我会 本周六的时候我会在博览会参加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周六进行的啊 博览会我会在那个时候和大家一起去做另一个话题的探讨 我们之前都是在去谈行情 那在周六的时候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去探讨外汇市场发展的方向啊 就是我们做交易做好的交易可以做什么 除去我们做个人投资者之外还可以做什么 平台上有哪些的啊 我们的工作的机会 那产业链整合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会在啊第一时间啊在周六晚间我想澳洲时间10点到11点 北京时间8点到9点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微信上的微讲堂啊 我初步想把这个名字就啊名字可能还没想好 就把这个内容了定成一个啊外汇啊市场啊 的就是整个产业链之间的从这个角度 从经济和外汇市场之间的这个角度去来带领大家 去看一看市市况的全貌啊 好那我们来看看呃呃具体的 具体的同学的问题啊美元的日币啊 老师看看是空还是多这个位置啊我们把我们常见的分析的图表来调出来啊看一下 那美元对日币我们去研究这个行情的时候啊 我们看一些啊这些现象军线系统所指示的美元对日币的仍然是一个偏空的下行的周军线啊 啊与下行的日均线啊形成了一个偏空的格局 那日均线价格又占到了日均线之上 形成了最初的一瞬间的啊 这种有可能日内短多的一种 一种状态那就啊就是我们就图形的啊 均线系统布林带看到我们价格在目前而言第一次啊这是在 几周以来第一次越过了布林带的中轨啊这是突破布林带的中轨如果能够有效站上的话将会成为他在最近啊两周甚至三周以来啊从这个时间点上啊 从这个时间点破位布林带中轨开始一路下行开始第一次站到他的中轨之上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形成一种上破的话有可能形成日美元对日币的啊这种反弹的啊这种反弹的行情 昨天我们在讲解美日的时候也说过如果破位的话可能会形成这种反弹的行情 那这个反弹了有可能会到啊110左右或者109到110之间的位置 那这个行情在昨天的时候短暂上破之后也没有走出特别大的这种行情底部的这个啊支撑位了 仍然在那这个位置的是107.60左右的位置仍然在 那我们看看前期的高点能能否突破形成一个一个反弹的行情局部上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币在底部 有一个三角形整理啊这个三角形整理啊 啊这是一个底部的三角形整理那底部三角形整理突破上边缘啊 有可能形成一个局部的反弹行情啊我们始终认为这个美元对日币还是一个反弹行情 那如果在前期持有美元对日币的空单的这些投资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局部的底部的区域啊 这是美元对日币的底部区是可以做平仓了结的 去追多去做反向单想期望说我们做这个布林带的突破当机永务场和日均线的呃上破之后的交易的话 我觉得稍有点嗯 属于试单阶段了就是你如果是去交易的话去尝试一下去逐渐在运行的过程中去累积你的仓位啊 比如说在某一个低位先做一单多单然后过周均线突破上轨的破布林带上轨的时候那再做一单 我我想啊有可能的状况是将来的一段时间啊美元对日币在底部形成盘整盘整区间那然后一旦形成这种破位的话我想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去分享这些交易的我也会把这个当他破位的这个时候和大家去去来谈及特别是我们现在啊在去学习的时候啊我们从七点到八点加上每天晚间十点到十一点的这个解盘那张老师后 我覆盖的时间呢就是覆盖了整个欧洲和美洲盘的时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应该不会逃脱我们的视野的 所以啊我觉得啊可以去待机观看啊刚才 苏珊问的是多还是空我觉得这个位置 很难讲说它是多还是空都有可能了可是交易就蕴含在这种都有可能的中间啊就是圆锥上的小球左右都有可能是交易其实是可以开始逐渐布局的一个好时机 好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 是的 我讲的这个多就是是的就是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包括今天也是可以的 这个并不是并不冲突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三零的这个位置在前一天的时候他的啊 点位啊是在这个位置就像我们现在是是三零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阻力的关卡价位那如果形成上破的话那么底部的区域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逐渐形成你注意 我们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是属于交易当中的一个试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猜测他有可能形成一个底部的区域我想这个观点的仍然成立 不过 苏珊我这样去想啊 一些正确的观点未必说成为每一个投资人都可以去试用的一个观点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明白他中间表述的试单的一种状况是进行尝试性的左侧交易 尝试性的进入市场建立自己投寸的那你就可以去做交易如果你在交易当中认为哦这个单我一下就全力以赴就 一孤注一次去交易化我觉得这个单就不太适合你因为趋势还没明朗他不是那种 趋势走出来的行情而是说在极端位置上有可能出现反转的这种这种行情 我们在做未知的啊做未知的判断 我们大多数同学所理解到的交易的层级我希望大家理解现在理解到的层级的是后发先知 就是行情先走出 我等到他回调的位置上去做那现在我们的这一单就不是后发先知 而是先发制人 所谓先发制人就行情没走出我就我就猜测他有可能成底 因为他有了些许的这种见底的讯号或者说有了些许的下跌不痛快的这种讯号 他有可能就反转只是一种反转 我们经常用一种比如说 开车时候的案例啊 我们原来都是匀速的这个100公里的速度往南开 啊就是啊向南开朝着朝着下走 忽然这个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原地兜圈子绕来绕去兜圈子了 有时候呢还往北开出了一个城市的边界 那我就想到他是不是要回家了又要往往北走了 要回去一段的事实是来源于这样的思考的方式 但是他确定要回家吗我们不确定 一旦他开始大幅的朝某个方向移动 比如说啊你在中国啊你想回回那我们设置一个一个stop by的一个单 看什么时候你的这个这个人体的这个位移出了中国的边界 进入到了飞机的模式的话 我们就哦你要回来了 明白我的明白我讲的意思了吗 好这是 好所以一开始要试一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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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对今天交易行情的讲解 那有问题的同学啊也可以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啊向我提问 那 凯文老师走之前再问一下美加的话他如果现在破下去的话可以可以加一单空单吗 因为他现在差不多是近期最低的低位了 好 你说的加一单空单是已经有空单在手了是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说如果他向下破位的话可不可以放一个或者就在最低点放一个sell stop 这个破位的这个破位是破位的三月份的一个最低点啊三月份的最低点的破位那我觉得你尝试的做可以但是他需要有持仓时间和交易框架的配合那我更希望的是啊你不去做这个大级别的破位而是说出现在行情当中出现盘整之后的破位啊这个层级上的做单可能会更合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图形当中看到啊看到了 这一段盘整的破位我们在图形当中看到了这一段啊这是一个下跌然后这样的一个一个三角形的破位我们在这个图形当中做破位我觉得他更容易把握刚才那个图形做破位他如果啊交易起来我觉得是相对要相对于这个图形的把握要难一些啊止损的位置放置也不太容易 当然你可以设置啊就是说破与回之间一上一下之间去做交易也还可以就在这个位置一点零八一点二八六零的位置是我我个人感觉说以我们大部分包括我对你的了解我们大部分同学不是在这个层级上去做交易的所以在这个图形上的这种破位啊 它的交易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理论上是正确的理论上破位做空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一些遗憾举例啊实际当中 这个位置是三月中旬形成的低点这个位置是三月下旬形成的破位这个位置是三月下旬四月初形成的破位那在这个前期的低点这个位置上形成的破位的确指引了啊每家向下运行的这个主要的趋势同时现在的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做单也是一个获利的单可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假设真的运行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相当巨大的回调所以在这个图形当中啊我们看每家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就在这里边的运行的过程当中是否干脆利落的下行也是一个在交易当中去值得去研判的啊我们画如果我们画平行轨的话啊只画两条平行轨将它平移到下方的话是否真正成为一个啊这种有效的下界了还是一个值得 推敲敲的事情所以我更觉得四小时图上形成盘整做破位更更更为合适在这张图中去做周就是两周前周线的低点的破位啊还是要求的这个点位啊仓位啊还是比较严格的嗯这是我的看法 啊尝试一下就是有有感觉的单就去尝试一下啊没问题的因为仓位控管上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好的啊 好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讲解啊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那接下来我们会两个小时之后啊听张老师带领大家进入每周盘 朋友们再见 啊那的让position 墨西哥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啊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啊 嗯 嗯 嗯